好,來,可樂、沙士的比,可樂和沙士的比是13比7 如果可樂有143,沙士有幾?會不會劣勢? 會! 好,來,這個算法當然是不是7乘以143除以13 看不看得懂? 等於7乘以143 好,現在看得懂了 好,這裡約分,這裡1,這裡1 等於77 有沒有人看不懂? 沒有 有,現在變得簡單了 答案77批要寫單位 77批 好,來,看這一題全班都只有四個對的樣子 四個對的樣子 好,來,看這一題的單位是 第一看哦 600公克賣 我們把單位寫上去 24元 2.4公斤賣84元 那不能去比? 不能 好,第一種做法,同學把它化成同單位 你有沒有看到6個24個合成比例? 有,600公克等於幾公斤啊? 0.6公斤,快不快? 0.6變成2.4乘以幾? 4 4,624 好,那就是0.6乘以4 請問這個24元要不要乘以4? 要,0.2變成24也乘以4 所以這個是相等的比 有沒有看到? 相等的比我們發現出來 這裡是2.4 這裡其實是公斤了 比4,416進1,96元 好,這一邊的砂糖 看黑板哦 徐佳英故寫字,所放背後 這一邊的砂糖我做完了 如果它2.4公斤 它是96元 那這一邊的砂糖2.4公斤 是賣84元 誰偏贏? 2.4公斤 對,你的接下去有很多東西沒有寫 96元是大於84元 但是你不要推論錯誤 84元同樣的重量 當然84元的便宜 所以你達的時候是2.4公斤的較便宜 大家看得懂嗎? 這種做法是把它畫為同單位 也就是這兩個筆 我其中一個錢項把它畫為相同 600公克畫為2.4公斤 這是一個做法 我們很多同學取這種思考模式 好,來,這種做法有沒有聽不懂的? 這是課本的想法 化為同樣思考 老師就要有人明明就算是都對了 按照答案去寫下 因為他的觀念沒有弄得清楚 有一點懂又有一點不太懂 有狀況下的答案 好,第二種做法 很多人看到這個數字大 就拿600除以24 請問這是什麼東西? 600除以24 來,前面就除以後面了 請問可以 可以,我今天想要找可以 來,這裡把單位寫上去課 這裡單位是圓 所以除出來的是什麼? 除出來的是什麼? 除出來是不是每元買幾克? 有沒有看懂? 有 可以,可是你的單位是每元買幾克? 好,那我們除出看 600 這邊是600 會不會很麻煩呢? 6、4、24、6、1的6 4、25 好,這裡每元可以買幾克? 25克 這有沒有看懂? 然後呢,他把2.4公斤 國話你在講話 乘以1000請你不要乘100 乘以1000往後移三個位 一個位、兩個位、三個位 是這樣 這裡很多人見錯 這可能還40 好,那這一題要一樣哦 也要24,除以84 請問這個得到的東西 244公斤在上面 下面是圓 所以這邊算出來的是一元買幾克? 公克 我用公克了 好,來我們算算看 8、8、3、24 不是不是 4、4、6、24 4、4、2、8、4 用3 3、7、2、11 3、2、6 200所以7 所以這邊怎麼樣? 4 不是儲得記得 我們就寫 7、4 7、3 7、2 好,你驚訝 你跟人家哈哈笑哦 沒有啊,老師說他穿紙條 大油